镜头带一到玉礼镇 玉礼分局为了了解民众对于治安需求与期许 26号的晚间在玉礼镇中正堂 召开了玉礼镇副理箱与卓西箱 联合社区治安以及交通座谈会 针对了治安交通议题和民众直接沟通 玉礼镇分局为了使民众更了解辖区治安的状况 让民众反映地方治安事故 以及宣导反诈期、反毒品等镇定宣导 26号的晚间 特别在分局的四楼礼堂举办社区治安座谈会 邀及辖内各级的民意代表、公所、各级学校代表、金融机构 以及邪情名利共襄盛举 并且遵守相关疫情防疫规范 共同关心社区安全议题 维护地区治安评审 座谈会 选择这场地直到履证 然后感谢这场地 民众需要想必要来召开自然座谈会 这个部分我们升级各组组长还有各组 组长、政府组长都会有办法 交通方面由交通组长陈伟杰针对四季交安专案第三季主题安全驾驶主轴不超速、不逼车、不无照的安全驾驶规范等交通安全观念来做宣导 并且也针对大型车的视线死角所造成的交通危害 透过精彩图片以及路口影像演示的方式 让民众更了解大型车进而远离危险区域 记者高收双预证在放报道 好